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田圣洁牧师 欢迎您来到我们云端的主日崇拜 在这里先祝大家圣诞快乐、平安蒙福 好,下面是读经的时间 请大家安静的聆听主的话语 本周的经句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 依靠他、归于他 愿荣耀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线的。 后又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它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好,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凭你意行。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就是圣诞礼物的问题。 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收到圣诞礼物。 我们当然也努力地去寻找一些好的礼物。 我们预备这些礼物,来送给我们所喜爱的亲朋好友。 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圣诞礼物的意义是什么呢? 到底应该预备怎么样的礼物呢? 往往送礼是一个很头痛的事情。 我们说这个礼清,情义浓。 这个礼是很简单的,但是是表达这个情义。 所以,这个礼物是传达送礼者的心意, 显示送礼者的惊喜快乐。 这个礼物要表达我们送礼的人一份心意。 所以,礼不一定是很贵重的,但是表达我们的情义。 收礼物的人看到礼物就很快乐,很惊喜了。 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讲到了圣诞节送礼和收礼的情况。 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哪一个年龄的人最喜欢收到圣诞礼物呢? 当然,大家想一想就知道了。 就是儿童,小朋友是最喜欢收到圣诞礼物的。 相对于成年人,甚至老年人,儿童是最喜欢收到圣诞礼物。 我们要再问一个问题,什么礼物是天下儿童们所收到的最大的礼物呢? 小朋友都希望收到好大的礼物,好贵重的礼物,好漂亮,好喜欢的玩具,一些礼物。 我们要问,什么是最大的礼物? 原来我们的身体就是父母所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和遗产呢? 我们看孝经怎么说,身体法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死也。 这是孝经里面讲的,孝的一开始就是,我们不要毁坏了父母给我们的法夫,身体。 立身行道,扬明于后世,好好的把真道,真理行出来。 扬明于后世,这样子就显父母,遗显父母,这就是孝之忠也。 请看,我们中国人讲孝道,讲道孝经,就提到了,我们的身体啊,法夫啊,是从父母而来的。 是父母赐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和遗产。 你看看,这个母父当中啊,看看在母父当中的这婴孩啊,多么奇妙啊。 这是父母的遗传,基因,结合在一起。 把父母的精华,最好的遗传,遗传给我们了。 所以呢,这个胎儿,在母父中成长,长大,到生产之痛,然后来到这世界。 这一切,还有父母的养育之恩啊,这一切都是父母给我们最大的礼物。 那么,儿女的生命呢,则是上帝赐给天下父母最大的礼物。 我们看到呢,这个人呢,要出生的是不容易的啊。 这个一个婴孩,一个婴孩诞生下来。 这个是需要父母的基因配对。 有许多的父母呢,想要生孩子,花好多的钱,都不一定能够有孩子啊。 我们看这基因呢,哇,它就像织毛衣一样的,非常的独特啊。 非常的准确啊。 那么,基因的配对,不单单是有结合啊。 多余出来的,还要裁剪。 就好像织毛衣,好像呢,裁缪裁缝一样的。 所以你看,啊,这个,你看发现了这个基因的配对,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奇妙。 那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设计,上帝的智慧。 这是我们人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这是神赐给天下父母最大的礼物。 我们个人在世上的生命呢,就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了。 你看看,我们这人能够呼吸,心脏还可以跳动。 哇,这真是我们的身体,所有的器官配合,非常的准确,天衣无缝。 整个宇宙的创造,都是为了我们人的生命。 所以,个人的生命在这世界上能够活下来,都是神所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了。 那么,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呢,还包括我们的身体,还有呢,我们的灵魂。 有物质的身体,包括我们的器官,还有呢,看不见的,隐藏的灵魂。 但是很可惜呢,有很多人糟蹋了神所赐的礼物。 好像这个人,他就是去打那个炸弹,是不是? 那当然是会把自己炸伤了。 那么还有的人呢,吸毒了。 那么他全院呢,选择死亡,自杀。 所以我们看见呢,今天呢,有许多的人糟蹋神所赐的这个身体的礼物。 糟蹋神所赐过我们的生命,这么宝贵的礼物。 身体呢,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灵魂呢,却是永恒的。 不是说,我糟蹋了,我死了,一了百了,进到河墓里了。 因为你的灵魂被糟蹋以后,还要往哪里去呢? 身体糟蹋了,毁坏了。 那我们当作废物,处理了,回归大地。 但是我们的灵魂,如果糟蹋以后,要到哪里去呢? 神所赐的礼物被糟蹋之后呢,就会永远的被丢击在火壶里面。 就好像呢,哇,这个的垃圾处理厂,或者垃圾处理厂。 啊,你看!圣经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真的, 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坏无相等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我们所犯的这一切的罪,在灵魂里面受了糟蹋以后,灵魂的误会呢,就要送到这个废物处理厂去。 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 所以呢,将来我们的灵魂就要像这个废物处理厂一样,丢到火壶里头, 永远的受刑罚。 虫是不死的,就是痛苦,不会停止。 火是不灭的,一直在烧,一直在烧。 这是罪,要全部丢到那一个废物的处理的站, 就是在一个大的火壶里面,把它消灭掉。 因为灵魂是永恒的,所以永远也消灭不了。 就一直在那个地方,所有的犯罪的人,邪恶的人都会聚在那里。 然后呢,大家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残杀,但是也死不了。 这是永恒的,永远的恼怒,永远的凶杀。 那这就是地狱的火壶。 谁能够救我们脱离这永久的苦行呢? 各位朋友,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很重要的信息了。 为什么? 因为呢,有的人以为我求神拜佛就可以得救了。 可以得救吗? 在旧约圣经里头,犹太人呢, 他们认为我们献祭,把这牛羊宰了,流血, 然后呢,把这个祭献给上帝。 希望呢,我们可以得到赎罪,这样我们可以得救。 但是呢,赎罪的祭,上帝也不要。 因为圣经说,祭物和礼物,烦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 因为上帝呢,他并不要我们的祭物。 所以呢,烧香,求神,拜佛,杀猪,杀鸡,杀牛,杀羊。 你献什么?什么礼物?上帝都不要。 因为这些都不能够挽回你的灵魂不受地狱的刑罚。 事实上有这么多的宗教,到底哪一个宗教能够救我们的灵魂,脱离神的审判,脱离那地狱的硫磺的火湖呢? 这就是好消息了。 现在圣诞节,圣诞的佳音,圣经怎么说?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的救主,就是主基督。 圣诞节的好消息,圣诞加音,就是上帝爱世人,甚至叫他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教育性相信他的,不是灭亡,反得永生啊。 圣经说,其次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 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 原来,上帝,拆拜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这世界上,就是要拯救我们。 使我们的灵魂脱离那将来的,火狐的那一般的可怕的审判啊。 所以耶稣基督,他的诞生,就是神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 所以呢,耶稣呢,他倒成了肉身,住在我们身中间。 他原来是神的智慧,是神自己的能力智慧。 他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这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所说的话。 他们看见耶稣了,就看见耶稣所发的荣光。 知道耶稣呢,就从天而降,倒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神的独生子。 所以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 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原来呢,天父上帝为耶稣基督呢,预备了身体。 因此呢,我们就说了,耶稣的身体就是圣父,就是天父赐给圣子最大的礼物。 神的儿子来到这世上,天父为祂预备了身体,倒成肉身。 然后耶稣呢,又把祂自己的身体当作礼物呢,赐给我们人类,赐给了你,赐给了我。 从此呢,我们呢,就可以将这个礼物呢,拿来献给神了。 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灵魂得赎。 这就是神伟大的旨意了。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圣诞最伟大的,最大的礼物。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所以耶稣,祂把祂的身体,赐给我们。 我们就可以把耶稣的身体呢,献上给神。 所以献牛,献羊,献鸽子,献鸡呀,献猪更不行。 要把耶稣基督当作活祭,当作神所喜悦的祭,献上呢,一次就够了。 我们就可以得赎,我们就可以成圣。 我们来看,圣诞礼物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呢? 原来是东方博士送了礼物给耶稣。 那么东方博士所送的这个礼物呢,代表人对神的奉献。 他们来找这新生王,奉献礼物。 也表明了耶稣基督将要如何造神的旨意,把自己当作最完美的祭物与礼物献给神。 我们刚才说,耶稣,他得到了天赋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他的身体。 然后他就把这个身体呢,又舍了,赐给我们。 但同时呢,他为了要把这个礼物预备好。 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拿来献给神。 所以呢,他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把自己呢,能够成为最完美的祭物和礼物。 圣过一切的礼物,只要一次献上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一生,必须造神的旨意行,才能够成为我们可以献给神最完美的礼物。 所以看啊,这里呢,一幅1621年的名画,Peter Paul Rubin,他画的这个画呢。 你看这个画的中间,穿红色的衣服。 这东方的博士,这里呢,有几位博士在这里,送不同的礼物。 那我们发现耶稣,小耶稣在这里,玛利亚在这里,发亮发光的。 这里呢,可以看到呢,就是三种不同的礼物非常重要。 就是黄金,乳香和默药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了,耶稣在这个西伯来书十章七节呢,提到耶稣说的话,就说,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有预言了。 那么,耶稣要怎么样来行神的旨意呢?凭主的旨意而行呢? 我们现在就从东方的博士所献的几个礼物呢,就会看到, 这礼物代表了很深很长远的意义。 这东方的博士所献的礼物,可以说是圣诞最好的礼物,最完美的礼物。 因为他们是代表人向神的敬拜,向神献上最完美的礼物。 而这礼物呢,已经看到了神的旨意,也就看到了耶稣将要如何执行完成神完美的旨意。 让我们看,他们现在什么礼物呢? 他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马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献给他。 那这三样东西,黄金、乳香和墨药。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三样东西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礼物不简单啊。 第一个礼物就是黄金了。 这黄金代表基督是天国的君王。 所以耶稣基督诞生以后,他要执行神的旨意,要把神的荣耀彰检出来。 因为他是天国的君王。 所以他的言语向君王,他的行动向君王。 他一举一动,言行举止,都是一个君王。 而且是万王之王,万祖之主。 他把神的荣耀在地上大大的彰显出来。 这是黄金的意义。 第二,就是乳香。 乳香代表基督是天国的祭司。 我们看这乳香,这乳香代表了圣洁。 他要彰显神的圣洁,是天国的祭司。 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挤去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 这乳香呢,古代是拿来做香料的,很香很香的。 那么妇女拿来做香膏的,所以是叫乳香。 这乳香呢,炼出来是白色的,所以很漂亮。 那这个乳香就代表了圣洁。 代表了耶稣基督心香的气味。 所以基督呢,就是瘦高的意思。 瘦了这个心香的,乳香的高末。 是基督,所以发出神心香的气味。 那怎么样才能够发出神心香的气味呢? 圣洁,毫无瑕疵,没有犯罪。 他凡事受过试探,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人,都有肉身。 但是唯独耶稣没有犯过罪。 连一秒钟的罪都没有。 一秒钟的罪师,罪行,罪的话语都没有。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完全的大祭司,是我们的大祭司。 所以他能够体恤你跟我的软弱,因为他有肉身。 只是他没有犯罪,一点的罪都没有犯。 所以耶稣他的身体,肉身,在这世上, 成为了我们的最伟大的祭司。 所以为我们预备了最好的礼物, 使我们能够借着耶稣把这个活祭献给上帝,是圣洁的。 第三,这是默药。 我们来看,其实黄金乳香、默药都是中药。 在中东来讲,这是非常贵重的药材。 那么乳香和默药,他们都有止痛、消瘀、化瘀。 可以消肿、生肌。 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默药颜色黑黑的。 而这个默药,这个树是有金鸡的刺,有刺一样,好像金鸡一样。 在这个树皮上留下来的这个枝叶,这个油脂,就可以提炼出来做默药。 这个默药,就代表了,基督他是我们人类的救主。 他舍己,为我们死,担当我们的罪,就彰显了神的爱。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身体也舍了。 为我们受了丁伤,流血,就是彰显了上帝的爱。 所以,到耶稣,他死了以后,尼格迪姆用大量的默药,来高默耶稣,来洁净耶稣的身体。 这样,预备了耶稣安息日以后的复活。 所以,为耶稣复活,来做准备,是用默药,来高默耶稣。 所以,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有默药,到了要复活之前,也有默药。 所以,这默药,代表了基督的救主,他拯救我们,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舍命。 然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 胜过了死亡,就彰显了上帝伟大的慈爱。 这耶稣基督,他在婴孩的时候,受到东方博士的礼物。 黄金,乳香,默药,都指引着他成长的过程里头, 要如何来遵循神的旨意? 要把神的荣耀借着君王的身份彰显出来。 要把神的圣洁借着大祭司的身份彰显出来。 要借着他的舍命,舍己,成为我们的救主, 把上帝的慈爱大大的彰显出来。 这就是耶稣基督他说的,他来了,要照主的旨意行。 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 在实价上所成就的这伟大的救恩。 借着耶稣基督,把神的国度,天国彰显出来。 神的荣耀彰显了,神的旨意彰显了,神的慈爱彰显了,神的圣洁彰显了。 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生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 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一次就献上了这完美的祭。 不需要礼物,不需要祭物,只是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靠着得救了。 我们的灵魂就得到永远的拯救,就能够脱离了上帝的刑罚, 脱离上帝的可怕的审判。 而且将来我们的身体还会得赎,上帝还会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 这就是圣诞的大美好的消息啊。 耶稣基督因着完全的顺服,完全顺服神的旨意, 而成为神所赐给人类的戴罪的羔羊, 所以我们可以借着祂而得救。 所以我们中国人到了过年的时候, 我们会贴一个祥,吉祥的一个字样。 那么这个祥呢,一个四字边,就是从神,从天上来的启示。 启示什么呢? 启示了神给我们的羊。 这是从天上下来的羊,才能为你带来吉祥。 而这个羊呢,必须牺牲、舍己。 所以这个羊的中间有个十字,代表呢,这羊要被杀。 所以耶稣就是这一位戴罪的羔羊为我们舍命, 为我们死了,所以流出血来。 因此呢,我们过年的时候呢,一定要用红纸, 不能用白纸,不能用黑纸,不能用蓝纸, 一定要用红色的纸,或者红色的布,写上这重要的吉祥的字。 这吉祥代表了从天上来的福, 从天上来的祥,就是神的羔羊。 所以神的羔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死了,流血了。 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救恩,使我们能够得到吉祥。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信仰。 也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福气,得到吉祥。 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必须凭着信心, 接受耶稣基督这位戴罪的羔羊,为你赎罪的救恩, 你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才能够得到灵魂的拯救。 好,我们看到呢,耶稣基督因着顺从神的旨意, 谦卑舍己,降世为人。 又顺从神的旨意,舍命成为最完美的活祭。 玛利亚呢,就是耶稣的母亲,因为顺从神的旨意, 愿意让神的灵借着她的身体感运,使耶稣基督得以顺利的诞生。 东方的博士们呢,因为顺从神的旨意,远从东方带着贵重的礼物, 长途跋涉,来朝见耶稣基督。 在人类的历史当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录。 各位朋友,玛利亚,东方的博士,都顺从神的旨意。 耶稣基督也顺从了神的旨意,把这救恩带给了这世界。 那么,今天,你又是否愿意顺从神的旨意, 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天国的子民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又是否愿意顺从神的旨意去传扬福音, 传扬天国的福音,完成主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呢? 好,如果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 接受祂的拯救,你愿意顺从神的旨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 使你的灵魂得救,将来的身体还可以得赎。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请你跟我做下面决志的祷告,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 这作为你跟神的一个祈祷,那么耶稣基督就成为圣诞最大的礼物是上帝赐给你的, 也就是你的救恩,上帝要拯救你。 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曾拆派耶稣基督来到世界, 为了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我现在诚心诚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一切的罪都得到永远的赦免,让我的灵魂能够进入永生。 我这样诚心诚意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 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做了以上的祷告,那我就恭喜你了,因为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 你得到灵魂的自由,得到灵魂的拯救,永生的保障,这就是上帝赐给你最大的圣诞礼物, 也是你人生所得到的最大的福气啊。恭喜恭喜,愿上帝赐福给你。 好,我们下面呢,一同的低头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把每一位的信徒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学习如何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为主而活。 使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彰显神的美意,使我们成为一个活祭,活在主的面前,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大使命。 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上主耶稣基督圣明。阿们。 好,愿上帝赐福给你。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